哈囉大家好,我是影像媽媽來玩這款遊戲叫做《紅衣小女孩 怨》 這是一款改編自《紅衣小女孩》的電影 第一人稱恐怖冒險前面遊戲 玩家將化身為惠婷 進入荒廢的度假村探索一切的真相 透過收集道具盡可能生存 並解開所有的謎團以及自身過往的牽連 大多負貧耶,臥槽 那...不好說,我們直接玩看看 在這區取景卻發生了離奇的集體重鞋事件 導致多名工作人員死亡 僅有一名女性工作人員生還 在緊急送醫後已無生命危險 當時一名登山客路過廢墟 目睹了驚悚的一幕 以下是本台的專訪 真是嚇死人啊 我的時候在樹林裡散步 就看到岩圓那個樹上 哇,這一堆東西啊 我好奇是什麼東西 就走過去看一下 哎呦,看清楚以後驚死人啊 竟然是一群人被樹藤吊在樹上啊 從脖子那邊吊著,而且看起來都死了 哎呦,嚇得轉頭就跑啊 跑到一半,看到一個女生跑在地上 但是我當時太害怕了,只想趕快跑啊 跑下山後才報警 還好這個女生有機會挑命 根據本台記者採訪 唯一生還者在送醫後 吐出一種暗紅色的怪蛾 這種怪蛾學名為紅翼鬼臉天蛾 十分罕見 有民俗學者指出 紅翼鬼臉天蛾會引發可怕的幻象 甚至招來妖魔鬼怪 非常危險 警方表示 找到的屍體全無外傷 現場也無扭打痕跡 全部死者皆是呈現自己用 樹森自禁的狀態 非常唯一 目前 警方已展開調查 並封鎖八七度假村的廢墟 禁止人員進入 終於快貼完了 貼完這堆 我就可以下班了 噢 聲音蠻好聽的 紅衣小女孩與猛鬼遊樂園 1998年3月10號 3月1日一群遊客享受 大坑風洞時風景區的美景時 無意中錄下一位穿著紅衣小女孩的聲音 令人驚訝的是 當時並沒有人看見此女孩 附近的卡多里樂園曾是熱門景點 但一起雲霄飛車斷軌60人命後 不久後關閉 如今這裡成為了 某型難的目擊熱點 人稱猛鬼遊樂園 然後有很多的小屁孩去一探究竟 結果就死掉了 呃 亂講的 沒事 紅衣小女孩3月10號 放這邊 那這個咧 靈異事件的漁波廢墟中邪生還者神秘失蹤 八期度假村廢墟的集體重邪事件引起社會轟動之後 知情人士的電影工作台的員近日神秘的失蹤了 據了解該名工作人員一直為惡夢所困擾 出院之後四處尋找超自然力量的幫助 在某間廟遇到一位自稱有驅鬼能力的老婦人 然後呢 就下落不明了 1...8...20...好 靈異的度假村節目團隊中中邪多人蠶死 生還者金土怪兒 他這個是我們剛剛有看過的 我就不看了 8月5號 猛鬼遊樂園陰影在暇 近日廢棄多年的八期度假村再次成為公眾的焦點 原因是有人去拍攝 八期度假村曾設有遊樂園 然後跟另外一個知名的靈異熱點 卡多里樂園 兩個有相似之處 也都成為了四膽熱門地點 但是警方基於安全的考量關閉了他 好的 本台為您獨家追蹤八期度假村廢墟重鞋慘局的後續報導 根據本台記者前往電視台採訪 該慘案的唯一生還者出院後 一直夢到妖魔鬼怪到處求神問補 希望找到擺脫惡謀的方法 前幾日在某家公廟約是一名老婦人 自稱可以幫他解決問題後 該名員工就再也沒去上班 明明又來上班 而且還在加班 記者都亂講 所以就是他喔 他是唯一執勤人士欸 那天大處亂飛的 好像就是這種鵝 聽到同事大叫後 我就莫名其妙暈了過去 當時 大家 到底看到了什麼 怎麼會 怎麼會是 怎麼會是 誰 誰 誰 你 你誰啊 救 救 我 走 走 走開 這裡是 1989年 耶 畫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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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弟弟 你怎麼進來的 你看 這些照片 好像 好像 在哪裡看過 怎麼會是 怎麼會是 蛤 掉放了我們的原點 你 你誰啊 這是什麼東西 什麼意思 不知道 慧婷 慧婷 快醒醒 陳 啊 婆婆 你沒事吧 啊 是陳婆婆 我沒事 您放心 不過 您在哪 我現在是透過玉佩 用心音 來跟你說話 對了 陳婆婆 我剛剛又夢到鬼新郎 害那噁心的殭屍了 嚇死我了 上次在廟裡幫你賤蓋以後 應該不會再受邪魔影響才對 莫非是這裡怨氣太重 消弱了我施家的護身法力 要小心 尤其要注意鬼遮眼和鬼打牆 我們就是因為這樣才分散的 啊 陳婆婆 那我應該怎麼辦啊 你先別擔心 我感應到 你那邊附近有神明的力量 應該很安全 你先躲到那裡去吧 好 好吧 我去找找看 陳婆婆 明恩快點來喔 不好意思我冒昧的說一句好不好 這個畫面怎麼感覺有點 呃 有點粗糙啊 很像什麼手機遊戲對不對 不太精緻的感覺啊 啊 陳婆婆 我找到一個供奉神明的地方了 神明桌上 應該有個提燈 點亮後舉起來 我會念一段咒 你再以劍職點化 啊這不是女鬼喬的東西嗎 提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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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照明的功用之外 同時還具有除魔曲血的功效 啊這不是跟女鬼喬一模一樣嗎 提燈加持的特有咒術神光咒 施展後一定時間內可以防止鬼怪的襲擊 我們還要找這個燈油耶 怎麼那麼麻煩啊 不會給我無限的就好了嗎 震懾妖魔鬼怪 我要怎麼使用提燈 喔有耶 一樣是按空白鍵啊 跟女鬼喬一模一樣 這裡的怨氣重 鬼遮掩的狀況會很多 我不一定能到你那邊 給你的玉佩好好帶著 如果有異樣 立刻呼喚我的名字 我們一邊想辦法會合 一邊找找看 來之前跟你說的雕像 就是他們在作怪 今夜子使鬼門開 在這之前 得找到這八隻奇獸雕像 我趕快做法把他們毀掉 才能解決你的惡夢 否則 你會有生命危險的 這個臣婆婆聽起來蠻像神棍的 可是她剛竟然施法把這個油燈施加的能力 應該不是神棍吧 這什麼 這遊戲有電燈 然後咧 我現在要找八隻神獸 太多了吧老哥 要找多久 走廊鑰匙 不是我在說啦 這個畫面真的不怎麼樣 非常抱歉啦 但是 玩過女鬼喬之後這個標準拉高了好不好 畫面真的看著 有點不太習慣 走廊鑰匙使用了 我的法力不夠了 我們先分頭找 什麼 我 我要從哪裡開始找啊 你找找看一間放古董的地方 小心點 怎麼感覺 陳婆婆好像不是第一次來 阿 陳婆婆不是說有事要找她 現在有法力不夠到底是怎樣 神棍就直接講好不好 浪費了時間 會停 會停 有 危險 記得 當然 陳婆婆 陳婆婆 你說什麼阿 我怎麼回事 不要慌阿 你有看到我在慌嗎 幾點了 幾點了 你好 美女 一個人嗎 美女 使用護援燈 我沒有看到鬼阿 在哪裡 欸 這個鬼相當之愚蠢阿各位 一連威脅力都沒有 我連燈都還沒有用 他就會自己消失 哇他咬我一次扣這麼多滴喔 阿我不是咬兩隻直接死掉了嗎 咻的可以奔跑 好的 我還有耐力調的阿 門關起來 可以切換跑步跟行走阿 確定是不要靠近我 我會死掉的我跟你講 找到躲藏的櫃子按下F 好 請問一下我可以走了嗎 蛤 紅衣小女孩 我走囉 好的 隱身咒欸 卧槽 燈油加1 符子加2 欸他的跑步功能不太好用呢 不能讓我按著就跑嗎 我設定一下 這個操作教學給的是手把的是怎麼樣阿 老哥 我是用鍵盤玩阿老哥 相當之愚蠢阿兄弟們 隨便阿 然後呢我現在就躲避過那個紅衣小女孩了嗎 那我要幹嘛 什麼東西阿 又怎麼了啦 又怎麼了啦 踩到陷阱喔 沒有阿 欸快沒體力勒 完全不知道往哪一走 你們看我那個體力條也回太慢了吧 呃 我不太清楚 我現在要幹嘛 啊然後我要怎麼補血阿 我要怎麼使用右邊 欸 神功附體了各位 我現在很安全 跑起來 按下地器 按下地器 什麼東西阿 欸而且我沒有在跑步中間的體力條還會繼續扣的是怎麼樣 蛤 為什麼會一直扣阿 蛤 花露水又是要幹嘛的阿 阿這個紫 這個符咒又是怎樣 現在可以用了嗎 阿我要用囉 不要 先省著好了 靠腰怎麼從這邊開始阿 老哥你這個紀錄點太沒誠意了吧 蛤 而且撿過的東西還要重新撿耶 欸不對阿 我為什麼會有一個隱身咒 所以撿過的東西是在我身上的 但是它會重新出現 所以代表我可以在這裡刷道具 刷到全部一百張之後我再走 不是阿我現在有個疑問是 那個鬼都是突然出現的是怎樣 我這樣子要怎麼使用能力阿 還是說我要一直開著我的燈跑阿 是這樣子嗎 使用走廊鑰匙 對啊 按M開啟地圖 這遊戲還有地圖的 然後體力能不能好一點阿 老哥 喔這個體力真的是很糟 為什麼有主角體力可以回這麼慢阿 你看那個體力回超慢的 到底想怎樣 I don't know阿 我連撿都不想撿了我要走了 快受不了了 快受不了了 直走 不是阿這關卡 到底跟紅衣小女孩有什麼關係阿 欸後面有一扇門是紅色的耶 是要找鑰匙是不是 阿有了有了 然後再回到後面的紅色門阿 躲一下躲一下 躲一下 唉 不多說什麼了 我的選擇 台隆啤酒 很小 餐廳入口在這邊 什麼聲音 不要碰我 在後面耶 沒錯地圖在後面 這是陳婆婆的房間嗎 先躲一下 阿我的理智要怎麼恢復阿 他也沒有跟我講 沒有鬼耶 出去吧 這什麼 這什麼 有一個箱 我們要上箱了 好的我們去上箱 練服 哈 我們還要這麼麻煩喔 你不跟 誒說實在的阿 我宰這款遊戲是為了看它的劇情 而不是在那邊打鬼好不好 真的是有一點 啟動安全區域 可以暫時躲鬼 怎麼搞的有點像什麼 打鬼遊戲阿 在區域內躲避可以恢復我們的願力 有時間限制 所以它這個還不是永久的安全點喔 太麻煩了吧 玩到現在就是兩個字耶 麻煩 我們還要找黑曜石 福祉大蒜 然後就可以得到 天地反規之力 握槽 這個是恢復理智的啦 明星之後是恢復理智的 然後這個是除鬼的 可以打鬼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定身術 然後這是隱身術 這個是替身術 然後這是恢復不知道 好 我大概懂它的符咒了 但是 非常非常的麻煩 為什麼不能簡化一點 比如說在路上就找到一張紙嘛 為什麼在 我還要我自己去核 走哪裡啊 什麼聲音 劝你們不要靠近我 什麼意思啦 剛剛那一段又是什麼東西 紅色幸運神耶 開燈還可以驅鬼 不是阿屋怎麼走回來了 沒有耶 有人在敲窗戶我看一下 他的符咒還不是一次補滿的那一種 真的是快受不了了各位 想關遊戲喔說真的 沒有在跟各位開玩笑 我的耐心快到極限了 唉唷好煩喔 我是不是應該多做一點明星咒阿 我現在已經快沒有揍了耶 欸不對我已經是沒有了 開燈 不是阿這關卡到底是什麼東西阿 為什麼要在這裡走迷宮阿 劇情呢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是大多負貧了耶老哥 好像能夠理解了耶 因為我等一下也要去留了你知道嗎 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我會做那種沒品的事嗎 不會嘛 怎麼可能會去留一個負貧 沒有必要 這啥 打不開 打不開 還要解謎喔 阿有了有了有了 7 47 4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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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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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一下中間這一條啦 這個回復速度到底是怎麼樣啦 老哥 我要站這裡站多久我才能夠回滿一整條的體力 蛤 唉 你一款有追逐戰的遊戲 然後給我把那個體力設計成這樣子 這就是我的秘密基地 秘密基地 這裡 跟夢裡好像 這個房間爸爸幫我改成秘密基地了 快快快 一起吃披薩吧 很好吃喔 感覺 好熟悉 剛才 是怎麼回事 我也很想問到底是怎麼回事耶 問題是這裡到底是哪裡啊 我們不是應該看那個紅衣小女孩的故事嗎 那這邊到底是在幹嘛 這上面寫的東西真特別 不知道要做什麼用 他都已經提示這麼明顯 你還問我要做什麼用 藏在爸爸的娃娃之中 找到第一個房客的名字 打破時光的裂縫 找到爸爸的玩偶 爸爸的玩偶是什麼 女性人用模型嗎 不要亂講話 我們是健康的頻道 需要玩具鑰匙 需要玩具鑰匙 白色電子寵物機 這個我以前有 好玩 爸爸的玩偶在哪裡 我沒有看到適合爸爸的玩偶啊 第一個反客 這個喔 FMS是不是 FMS FMS F 原來是這樣啊 原來是這樣啊 好開心 爸爸的玩偶 這個嗎 中年男人的玩偶 你以為這嚇得到我嗎 哈哈笑死 然後我們拿到玩偶之後要幹嘛 要排列組合吧 我看一下怎麼排列 排在哪裡 沒有地方可以排啊 這個是不是 我怎麼拉開 不能用啊 他們每個背後都有拉鍊耶 所以一定是在其中一個 可是問題是我要怎麼 欸有耶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 不是啊 你要早點跟我說 這個道具是可以打開 然後在那邊旋轉觀察的啊 對不對 你不說我怎麼會知道 一般的小白癡就被卡在這邊了耶 阿不就還好我聰明 什麼鬼啦 什麼鬼啦 門口的碎片 啊這樣就打開了 不懂 完全不懂 前面有個紅色的門去看一下吧 需要大廳走廊的鑰匙 我很想請問一下 我不會是整個遊戲都在這個空間進行吧 這跟我想看的劇情完全沒有關係啊 我怎麼走回來了 啊我是應該走回來了嗎 我現在到底該幹嘛了耶 前面有一個逃生出口 看一下 啊 超多木 你們看啊我一路這樣走過來 然後那個體力小宅回了一半 才回了一半耶 真的是傻眼啊 然後我這樣跑出去 你看我這樣短短的跑一下體力快沒了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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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一下那個明星咒好不好 做一下做一下 好 我們再做一個 啊再做一個 他還不能一次做很多張耶 一張一張慢慢點 0分 到底要在這裡走迷宮走到什麼時候啊 啊 然後你們看這個鬼突然攻擊的我到底要怎麼躲啊 我只能硬吃他的傷害嗎 然後再用這個明星咒回血 是這樣子嗎 但就沒有什麼反制的手段之類的喔 提前看到他啊 然後使用那個油燈啊對不對 還是我不會玩 過哪你 前面還沒走 喔 這裡看起來不太一樣喔 終於走出來了是不是 看起來有點像惡靈古堡的場景啊 按摩店耶 喔這裡會有美女按摩師嗎 要不要幫我鬆一下啊 唉唷有鬼好可怕喔 哇 嚇死人了真的 啊怎麼連個按摩店都跟迷宮一樣啊 到底要走哪裡啊 擋詐服耶 喔我到底有沒有使用這些道具我看一下 擋詐服在哪裡 沒有啊 喔收集道具喔 找到五個同樣的東西我們就可以提升一些能力 搞得像個什麼 搞得像什麼超人一樣沒有必要啦好不好 這個系統完全沒有必要啊 我一直被鬼抓耶 澡堂要死 這又是什麼 超可憐 妳好 完了我感覺我快死了 澡堂在哪裡啊 應該是要往那個鎖著的門跑對不對 但是你看上面 欸沒有 欸沒有 我們好像都跑完了 所以只要往紅色門跑就好了 OK 理解 又怎麼了呀 又怎麼了 哇我好不容易做的符咒我要死了 而且我現在用符咒也沒有用 因為我還是會死 啊這裡又是哪裡 啊我的體力 啊 各位我真的快中風了 我沒有玩過這麼兆的一款恐怖遊戲 這個鬼一直用一些很奇怪的方式攻擊我 然後我的道具又不夠用 真的是 啊 還是我們開了這個跑 OKOKOK快走快走 但是我沒體力跑 好可憐 紅色門在前面前面一直走 好 又沒體力了 又 我們先往前面的紅色門走看看 幹嘛啦 這什麼啦 他要摸我的頭髮 來 哇 永春夜問 夜師傅 不要摸我走開 需要大廳 需要大廳 我沒有大廳嗎 那我應該往 旁邊這一扇 好的 打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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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不對啊我剛剛不是重蹲過來的嗎 為什麼現在打不開了 啊澡堂到底在哪裡 啊我剛剛不是重蹲過來的嗎 打不開 哇塞 啊 啊 啊 我看開頭的時候 我還以為會跟女鬼橋一樣 很多劇情有沒有 看到爽 結果我才看了一小段 到現在全部都在走迷宮啊 兄弟們 黑道 好吃 這邊會暫時變成我的安全區 而且才三分鐘 這三分鐘有個屁用啊老哥 影盾咒已滿 符咒還會滿的 三張就滿了喔 太過分了吧 也用澡堂鑰匙 我找到澡堂了耶 好棒 終於有一點進度了各位 玩到現在已經一個小時了你們知道嗎 已經55分鐘了 我走了45分鐘的迷宮 然後他也不告訴我在澡堂我要找什麼 你看女鬼橋對不對 他就很明確的告訴你 欸我現階段要幹嘛 然後他地圖就是小小的小小的幾棟教室而已 我們也不用在這邊走迷宮啊 真的不是我要特別催誰還是要湊誰 很明顯的差距啊 我還以為這裡會有劇情 結果只是 他媽有一個非常無聊的驚嚇點 還要繼續走迷宮 還要繼續走迷宮 還要走 使用門碎片解鎖 喔耶終於 真豪華 這裡應該是董事長辦公室吧 希望有收藏品資料 然後我就在董事長辦公室裡面偷東西這樣 瘋狂偷耶 狂偷猛偷的耶 一點都不害羞耶 這怎麼知道啊 行事禮殘業也要偷 超可憐 我要唱囉 你的聲音難舌難 分離還亂 徒流淚痕 肚子傷感 我的心遺憾 成局只剩下遺憾 願 享受 不分開 哇 怎麼樣很厲害吧 嗯 還可以 什麼還可以 我練很久耶 看你喜歡聽什麼 以後我都可以唱給你聽 謝謝你喔 嘿嘿嘿 你長大以後要做什麼 我想跟爸爸一樣 開很多公司 嗯 有爸爸真好 慧婷沒有爸爸 嫁給我就有啦 哼 要我嫁給你 石頭 都可以變成花了吧 真的嗎 我在工地看過 等我找到石頭花 你要嫁給我 打勾勾 有 七妹竹馬喔 好棒喔 唱得真好 練符耶 練一下 感覺道具好像 還行還行 還夠用 這什麼 這到底是什麼 相片遺失了 所以還要幫老頭找照片 哪裡有相片 白黃綠藍喔 白一二三四五四五六六六個 六 六五 因為他這個拿著他的一半嘛 然後這邊少了一半嘛 OK 所以是五 六五 四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六五四七 該不會 看只能有關吧 原來他有提示耶 六五四七 六五五四七 這碰片 似乎能拼成一張照片 拼成一張照片 拼成一張照片 好啊 然後這裡要拼拼圖 我看一下 這個我擅長的 騙你們了 完全不會 完了 這個鐘應該是 這應該是在 欸不對 這應該跟這個是一起的 然後 這樣子 八卦鐘就在鐘的旁邊 應該不是在這一間嘛 哦 八卦鐘在鐘的旁邊 哪裡 大廳走廊鑰匙 大廳走廊鑰匙不是那個嗎 一開始的 照片鑰匙 這片鑰匙明明在大石莊旁邊的 這台武玩過呀 剛剛好像也有看到 這裡是哪裡 這個解謎也太隱晦了吧 有必要藏到這樣子嗎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往這個啦 這一扇門好不好 這一扇 這個佛像上面這個紅色的門 這個是大廳的 我非常的確定 我們要往這邊走 超遠 我們來用一張好了 隱身樹 靠 走錯了 我怎麼感覺這個隱身樹毫無屁用啊 你不如給我一張耐力無限咒好不好 我真的比較需要這個東西耶 沒關係各位不要擔心 我們插這槍 回一顆血 好 又是一尾好漢了 走了 電燈沒電的是怎樣 我要怎麼用 什麼意思 燈呢兄弟 好黑呀 看不到啦 要數了 拾取後會自動補充耶 所以我剛剛一路上撿到的已經被我用完了 喔 你設計它的油量是有限制的就算了 但是我還真的是第一次有這種 補充燃料被我用完的狀況耶 以前那個電池都多到爆炸嘛 像是要撿電池的那種遊戲 對不對 都多到爆炸 這一款 沒有 我已經用完了 所以我接下來是要摸黑前進 太厲害了耶兄弟們 真的太厲害了 然後路上還有詠春夜問要打我是怎麼樣啊 好黑啊兄弟們 哇詠春夜問 趕緊跑趕緊跑 詠春夜問來了 這又是什麼東西 這煩死 明星咒乘3 給點燈油 欸有耶 高級燈油是整個補滿耶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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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我們進度好像還是要快一點耶 不然那個油會用完了 遊戲進行一個小時十分鐘 我終於看到第二段動畫了 這什麼東西 黑暗靈魂喔 370怎麼樣 什麼意思 370 675 775 675 875 875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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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7 10 925 需要三清零 重點是我耐力超少的,好煩,真的好煩 好煩喔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又怎麼了啦,到底是什麼啦,幹還會吐口水 扣隔膜是不是啊 老哥,別弄了,老哥 我幹死 這將是跟我噩夢裡的偶像 他...他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這是... 他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這是...啊,這是...啊,這是... 這不就是我要找的雕像嗎 怎麼會在這裡 啊,頭又痛了 這是... 好像是... 剛剛的小朋友房間 那裡難道還有什麼線索 回去看看好了 我們忙了一個小時二十分鐘 才找到第一個雕像 厲害了,我們還有九個 我們還有七個呢 家人們 粉色寵物機 這房間漫畫好多喔 我小時候的漫畫都被老媽丟了 害我只能跑到朋友那邊去看 他漫畫也是這麼多 為什麼照片上的臉都是模糊的 小孩子的字 這麼小就想結婚 真可愛 真可愛 真懷念 可惜 我都忘記他們的名字跟長相了 我也不記得了 動力火箭 下面那張是誰啊 不知道 那裡還有一個常常請我吃點心的叔叔 紅唇竹 遊戲機耶 我記得 遊戲機原本是放在這裡的 記得小時候 常常跟朋友去遊樂場玩呢 這 這不就是之前那個房間 難道 又是幻象 代幣 代幣 男偶像的海報 還有什麼東西要撿呢 這邊的 放這邊的 好像還有其他的碎片 你的身影 男生 男生 分離海亂 欸版權 閉嘴 閉嘴 完了 出大事了各位 本遊戲中最恐怖的驚嚇點出現了 版權音樂 你 終於是 不要忘了我們的約定 到底是在说什么约定了 头头 你竟然忘记了 我要赶快离开这里 你是活不掉 最好不要幽冒出来 好可怕 走 我们去新开的欢乐天地玩 昨天讲好的啊 可是 打电动要投钱 我家开的 我请你 欢乐天地 也许有什么线索 去看看好 这场景也跳得太生硬了吧 突然就变到欢乐花园了是怎么样 怎么办 又 又有不干净的东西 看不到我 不知道刚发生了什么事 惊怕声响有什么东西可以击退他 有东西可以击退他 所以是要启动整个游乐园的电源吗 里面有电池 才补一点点 超级小气的 原来这个是红衣小女孩喔 救救救我 完了一个多小时 红衣小女孩终于出现啦 欢乐天地 看起来蛮好玩的 去看一下 真的耶 小时候有来过 那时候人好多 要排队很久 哇 是小玛丽 以前超红的 好像要代币才能启动 居然有用 这也太扯了 嘿嘿 我要用密技咯 看吧 我又中奖了 特厉害吧 对啦对啦 很厉害 怎么又有莫名其妙的声音了 不过 让我想起来怎么玩了 那你倒是奖啊 我还不知道啊 这要怎么玩 嗯 诶 哇 太麻烦了吧 所以是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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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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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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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在啥?神經病是不是? 看啥? 賤人 難測,去死了 這麼多沒用的東西啊 請勿隨地大小便 我感覺我根本就在收集什麼 撿一些破爛耶 整個遊戲都在撿垃圾耶 嘿嘿,找到你囉 喔,恭喜耶 你好棒喔 舞台在哪裡啊 找不到啊 呵呵呵 這個動畫真的是 很牛逼 應該在這吧 應該在這吧 奇怪的石頭 又要解謎了 他不是說在舞台附近嗎 沒看到啊 欸? 太多東西了吧 然後 台上有東西可以點 我將在光影交錯後獲得新生 喔? 光影交錯 要拼成那個鯊魚喔 喔 太難了吧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我還要先找到到底是哪塊石頭耶 看我不太想玩了耶 我們不能到此為止啊 兄弟們 你們應該不會怪我吧 我覺得忍耐好像 差不多就到這了 啊 總算 但還有六個 天哪 完成第二張 還有幾個啊 不行了各位 我們先停在這裡 老實講 我沒有什麼在玩遊戲的感覺 就是一直走迷宮 然後找東西 我不太想這樣講 但是幾乎沒有什麼遊戲體驗 一開始我看他演一個劇情嘛 感覺好像還不錯 但是實際上 就是短短的而已 然後後面包括我現在正在玩的故事 我不太懂跟紅衣小女孩有什麼關聯啊 我們不跟其他人比嘛 就以女鬼橋來說好了 相信你們都看得出來很明顯的差距吧 對不對 對我來說一款真正好的恐怖遊戲 就像你看了一部電影一樣 一樣的精彩 一樣的一有未盡 而不是玩到現在 一個小時五十四分鐘 有一個小時三十分 都在走迷宮 不然就在找道具的路上 說實在的 這完全不會是我想玩的遊戲啊 非常抱歉各位 有興趣了你們可以自己嘗試一下 我是不行了 包括這些什麼符咒什麼的 有這個創意很好啦 但是我們不是打鬼遊戲好不好 我們是來看紅衣小女孩的故事的 好啦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點讚訂閱我頻道 下部影片見 掰掰